自从德云斗校社之后 鸾云平也慢慢被大众熟知 不单单因为他是德云社的副总 而是他耿直的性格 让大家印象深刻 作为副总的他 也在节目中为师兄弟们排忧劫难 其实他也是憨憨的鸾潘潘 童心未敏的样子更加让大家喜欢 10月29号是鸾云平拜师周年纪念日 鸾云平在网上发了条动态 感恩拜师15周年 晒的是一张和师父的合影 合影里的郭德纲是一副童心未敏的模样 坐在秋千上身后是鸾云平 这个画面是出现在他们第二季团宗 其中一期里 当时应该是四个人 另外一个秋千上坐的是于谦 身后是岳云鹏 其实当时四个人同框的画面 就让人觉得很温馨 郭德纲和于谦就不用说了 鸾云平和岳云鹏 应该都是郭德纲最爱的俩徒弟 鸾云平是副总 是左膀右臂 岳云鹏是德云社的一哥 也是郭德纲成绩最好的俩徒弟 更主要的是不管是岳云鹏还是鸾云平都属于那种知道感恩又不忘初心的徒弟 郭德纲曾经也透露过自己之所以这么看重鸾云平 就是因为他性格耿直 敢做敢说 也会给师傅提很多意见 感受到他是真心的为德云社好 比如有一次在综艺节目里 大家让给郭德纲提意见 一群人爱于郭德纲的威严 不敢开口 只有鸾云平直言 希望郭德纲和于谦 多上小剧场表演 这样观众也高兴 一番话下来 让郭德纲直呼提得好 所以郭德纲十分信任他 甚至直言 有鸾云平在 他就很放心 比起那些爱说漂亮话 爱拍马屁 又或者是遇到事情 唯唯诺诺不敢说话的人 鸾云平的性格更加难能可贵 说的德云社的团宗 给观众带来的欢乐 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说节目中 有不少的艺难评 甚至因为赛制和冷板凳规则 观众也有遗憾和惋惜 却不能不说 这群老爷们在节目感情 真的是让人羡慕 相亲相爱的一个大家庭 他们的团宗 就如郭德纲说的 就像是团建而已 是一家人团聚 一起吃一起住的感觉 也特别好 节目中除了像 鸾云平这样的副总 以及岳云鹏和一众的师兄弟们 各种放飞自我 郭德纲和于谦在节目中也是各种的同心为民 就如他节目收官时感慨的那样 自录团宗以来 与其说是我们陪孩子 不如说是孩子们陪着我和谦哥玩笑嬉闹 说到德云社的副总 一开始有人可能觉得只是个梗而已 之后郭德纲也在节目中回应了 德云社副总就是鸾云平的职务 郭德纲妻子王慧是德云社的董事长 鸾云平就曾经在网上 晒和师娘的聊天记录截屏 聊天记录中也显示 师娘感谢鸾云平对德云社的付出 郭德纲应该很欣慰今天的德云社 也很满意徒弟们的发展 这么大的平台 他肯定希望每个徒弟都能有更好的成绩 有鸾云平这样的徒弟帮他分担 他确实可以对钱不感兴趣 可以有更多的经历做喜欢做的事情 他喜欢的应该就是让更多的传统艺术 回归到观众面前 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是功德无量 毕竟太多的传统艺术在被观众遗忘 没有人继续继承 可能在某一天有一些传统艺术 就只能变成历史 在拯救传统艺术的道路上 郭德纲和德云社一直在努力 他也成为徒弟们的榜样 拜世15年 鸾云平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一代代相传 传统艺术因为德云社 观众也相信会越来越好 德云社也会有更多的优秀演员 去传承和发展传统艺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